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包刚来就看到了一场混战 餐饮其中还受了伤 唯一瞥见楼上的妮妮感觉有种不同 蚝油中华星也来散麻药 小包就能喝汽水 华星被分到坑岛复移 里面阴暗潮湿 还得到皮肤病 还经常受到老兵的欺负 这次老兵带他来 还花光了他三个月的薪水 老张请小包吃饺子 还跟他讲起了他的历史 小时候不要回家吃饭 班农特为国民党参与部队强行动兵 猛猛的饺子在牛吃上 老张说的动情处 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 小包扔着妮妮 妮妮还亲手叫他弹吉他 两人通过脱出的暗号交往着 华星爱上了其中一个姑娘 名叫莎莎的 可这次出了意外 一老兵打了莎莎 再加上华星经常被欺负 所以他再来找莎莎的时候约着一起逃跑 小包女朋友来信 原来是分手信 小包很为去找妮妮 妮妮像大姐姐一样安慰她 华星带了套军装 剪掉了莎莎的头发 蒙混跑出去 两人深夜想想到对岸 最后不止生死 老张来找阿娇 送给她一枚戒指 阿娇说了句 娶我 老张激动地抱着阿娇 阿娇转身就偷偷其他男的怀抱 他只爱钱 小包找她 为什么要骗老张 尼尼告诉了小包自己的身世 她撒了丈夫 现在是以身体交换复刑 希望早点能看到孩子 老张参见了老乡的婚礼 更坚定地去阿娇的想法 让小包带笔写箭据 小包来找老张 想告诉他阿娇的事情 老张带她去看老婚表演 在热热的氛围里 老张知道了一切 找到了阿娇 阿娇也说了不是真心的 老张恰死了阿娇 小包从老军病院上回来 亲眼看到了县兵 从老张拉走 清理老张的遗物时 小包自责地哭了起来 中华民国60周年国庆 大赦天下 尼尼符合资格提前释放 走到当晚 小包找到妮妮 两人喝了酒 紧紧地抱在了一起 正要进入的时候 小包一个机灵 从床上下来说了句 这是要留给 没有后半句就跑了 第二天通过铁窗 勿送妮妮地离开 一段时间后 小包也学会了撩妹 学会了搓马匠 学会了唱心血地不齿的黄色歌曲 最重要的 不想把干净的身体流回水了 也会拿票去找谁影响失望自己 转眼到了退役的时候 众人意义不舍回避的他 默然回首 如果一切从来 也许就是另一番景象 我是大鱼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赞 转发 评论 还有不要忘记订阅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